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杂志天下我是廖杰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节目开始啊咱们说一个航空托运的话题说前不久蔡先生呢从上海坐飞机到天井这飞机落地后呢戳射了啊出什么事呢我们来看这个图片啊他托运的两只碗破碎了挺好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碗呢蔡先生就说了这呢是雍正年间的法郎彩绘 这位金大碗属于世界上罕见的藏品价值多少啊好家伙每一只碗是1.3亿元两只碗那就2.6亿啊现在这两只天价古董碗变成碎片了那蔡先生就找这个航空公司啊索赔 航空公司就说了按照有关规定以每公斤100元的标准来赔偿 蔡先生托运的这个行李呢一共是15公斤那就赔1500块钱 价值可是2.6亿啊您赔个1500差距这么大蔡先生当然不满意于是呢就向媒体求助 看到这么一个新闻那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啊价值两个多亿的古董碗 隔了我一路抱着不松手啊那用衣服一包就塞到行李箱这么拖运的呢 所以啊有人就怀疑这呀有可能就是一个赝品压根就不值钱 还有的人就说了你可能已经坏了吧然后就找人家航空公司碰瓷吧 总之吧各种猜测都有啊但是在这呢我们就认为啊这件事情的重点倒并不在于这啊 咱们又不是什么健保节目古董的确有真的有假的那是文物鉴定专家的事 说如果航空公司觉得有人碰瓷涉嫌敲杀你可以向法院起诉 然后呢由法官来裁决 所以啊这古董碗的真假包括他价值多少我们暂且不论 就说这个航空拖运这个野蛮装卸还有赔偿标准这个问题 据这个蔡先生介绍说拖运的时候啊他就告诉了工作人员说行李箱当中有非常贵重的这个这个物品 你不能碰也不能磕工作人员当时就回复啊说他们用的是传送带一般是不会出现问题 所以呢他才放心的办理了航空拖运 现在呀古董碗变成碎片了 他就认为完全是你野蛮装卸造成的后果 这些年航空拖运野蛮装卸也一直啊被这个投诉啊 你比如啊阳城晚报有一篇报道 说这个这个搬运工在机场暴力上货 我们来看这个图片 搬运工啊并不是轻拿轻放啊 真是随意的扔随意的甩 这么一来呢旅客的行李就很容易被摔坏 你比如有一个知名的吉他手 他的电吉他原价值也不少啊 价值十万啊 就在这个航空拖运过程当中啊 吉他摔坏了 你赔了多少钱呢 同样按照每公斤一百元的标准赔了一千块钱 赔偿标准太低是野蛮装卸现象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 一九九六年航空拖运的赔偿标准呢 是每公斤不超过五十块钱 到了二零零六年 哎这个标准提高了提高到了每公斤一百块钱 那现在又过了十年了 行李赔偿的额度没有变化 对此呢 有专家就说赔偿标准太低 就意味着航空公司的违约成本低 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 这就严重侵害到了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所以呢 你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二点六亿古董完 这个拖运摔碎了 航空公司按美工进来赔偿 大家不应该当做笑话来看 如果没有一整套公平合理的仲裁机制解决机制 这一次轮到你笑 下一次啊 没准就轮到你哭 你想想 发生类似的纠纷 航空公司凭借这个内部规定 一纸公文 就把旅客轻易打发了 而旅客呢 遇到这事呢 由于维权成本太高 维权太复杂 大多数的时候啊 只能是润气吞声 自认倒霉 所以要我说 行李托运 你可不能托付给运气 而要托付给有效的维权机制 好 我们接下来说啊 说最近有人曝光了一段视频 而是惊呆了小伙伴 这视频的内容呢 是四川广安县的一个小学校长戴某 这戴校长啊 在全校教职工会议上的讲话 吓死人 据爆料人说呀 这个学校食堂 因为购买了未经简易的不合格的猪肉 就被当地食药监局啊 查处 哎 戴校长竟然就在学校大会上说 检查的领导到学校来 得了几十块钱的差礼费 举报人得了举报奖 可谓是各得其所 他为了不让大家伙紧张啊 他还举了个例子呢 说当地另外一所学校的校长 因为有人跳楼死亡 就到当地教育局啊 赵局长呢 去请求一个处分 但是呢 得到的答复却是 你回去上班 要是处分你 罗书记早就到你那去了 再后来 在会议上这个戴校长又说了 赵局长曾当着全县校长的面说 工作做了 做扎实了 此刻把人没关系 问题不大 天哪个奴啊 这像是校长该说的话吗 随后啊 这记者就联系上了这个戴校长 他也承认啊 确实说过这些话 目前呢 当地教育局呢 正在调查此事 他说不方便 接受采访 而戴校长口中的那个赵局长呢 人家也表示 如果戴校长确实发表了不当言论 会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处理 同时呢 也会公开调查结果 至于他曾经说过的话 他说他会配合各级纪委 接受调查 对于这个戴校长啊 有人就说了 作为一名校长 本应有生命诚可贵 一个都不能少这样的人性化的理念 然而呢 他却在整个教职工大会上 发表如此的不当言论 给人一种 只要工作到位 生命没关系 感觉啊 确实是耸人听闻啊 究其更原呢 除了这校长自身素质不够啊 认识不到位之外呢 更源于上级督察的缺乏 教育管理者 虽然就敢说死个把人没关系 依我看 咱有关部门 还真有必要好好地撸一撸 当地教育部门 那些不正常的关系 接下来说一位老人的尴尬遭遇 说前不久 广州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啊 去银行啊 办理业务 因为这个感觉到这个肚子不舒服 于是呢 就向银行工作人员提出来啊 希望借个厕所用一用 但是呢 遭到了拒绝 最终啊 这老人是 大便失禁啊 说到这件事呢 老人就说了 感到十分的羞辱愤怒 对此啊 银行方面就表示 哎呦 处理方式确实是欠妥啊 他已经呢 向老人家道歉了 但是啊 他拒绝老人使用银行内部厕所 说是有原因的 说是为了保证银行的资金安全 这就有点奇了怪的哈 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 他能威胁到你银行的资金安全 其实啊 这是咱国内银行的一个通病啊 内部厕所不对外开放 这就经常导致一些个尴尬事情 你比如 有的顾客内急啊 当场就在这个银行大厅垃圾桶里啊 解决 还有的导人 他憋不住 当场尿裤子 那为什么银行网点 他就不设一个公共卫生间 理由啊 很简单 说是行业特殊性 为了资金安全 对此有专家就说了 那么请问 国外银行设立厕所 难道他们不考虑到资金安全吗 你看 法国银行 无论是大营业厅 还是小营业厅 都设有厕所 而且呢 还提供手指 目前 在进驻上海的外资银行当中 人家也都设有卫生间 而且是向公众来免费开放的 显然呢 银行安全 恐怕只是一个托词啊 有问题的是什么呢 是垄断带来的傲慢 是服务人性化的缺失 你比如说 老人家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这个时候呢 你银行就应该特殊对待提供方便 而不是生硬的一概拒绝 有专家就认为 设置公共洗手间 虽然并非你银行的法定义务 但银行作为服务的窗口 所有的服务规则 还是应该以人为本 你真的把顾客放在心里 卫生间就不应该成为一个难题 谁要我说呀 方便顾客 就应该从顾客方便开始 我们继续关注热点话题 说这个前不久 警方查获了天津的一个假药黑市 引发人们关注 这件事呢 我们得从这个图片里这种药说起 这个药啊 叫玻璃围 是用来预防支架血酸的 话说湖北实验啊 有一位李先生 他父亲呢 做了这个心脏手术 在心脏啊 安了一个支架 手术之后呢 每天都需要吃这个玻璃围 吃这个药啊 为了图方便 李先生呢 就在他们家附近的这个药店里啊 买了一大堆这个玻璃围回来 刚开始啊 李先生也没怎么太注意啊 买回来第二天 他发现这个药啊 都已经受潮了 而且呢 当他扫描药盒上的调形码的时候 我的天 居然就扫不出来 李先生感觉不对头啊 于是呢 赶紧把这药啊 就送到了相关部门去检测 结果一检测 果然是假药 随后李先生就举报了 他们家附近的那家这个药店 而根据这个线索呢 警方就一路查 查到了天津的一个假药黑市 这个黑市不得了啊 甭管是什么品牌的假药啊 他都能够给他洗白白啊 你像李先生买的这个玻璃围 就是用什么淀粉和花生做出来的 还有什么胰岛素啊 那容器里装的呢 其实就是普通的生理盐水 你想想看 糖尿病人 如果突然发病 胰岛素 那是救命药啊 你用普通的生理盐水 给他输进去 这样骗人 那真是要命啊 经过几个星期的努力 警方呢 最终是端掉了这么一个假药黑市 抓捕了两百多名犯罪嫌疑人 查获了价值一亿多的非法药品 对此有专家就说了 一个健全的市场机制 你光有自由竞争还是不够的 监管部门的缺位被动迟缓 都会给制假受假者可乘之机 所以要我说 面对假药 咱们的执法就必须要常态化 法律政策呢 需要持之以恒 久久为功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杂志标题 最新一期的中国经济周刊文章标题 快递小哥为何频频成为冲突的主角 说前不久啊 一段视频在网上热传啊 这个视频就显示 一名快递员呢 暴打老呢 然后呢 汽车逃跑 这发生冲突的原因啊 竟然是老人骑着电动车 让快递员的这个三人车啊 让到啊 但是呢 快递员他忙着打电话 要送快递啊 就不理你啊 就引发了一些争执 然后呢 快递员就拿起那个锁链呢 猛打老人的头部啊 目前警方已经将这个快递小哥给抓获了啊 快递公司呢 也回应 说涉事快递员被开除 并向社会各界以及商者呢 公开道歉 这一次的快递员爆打老人事件 距离上一次的快递小哥被打事件 不到一个月 对此呢 大家伙就觉得很震惊啊 也很疑惑 给千家万户带来方便的快递小哥 他为何就频频成为了冲突的主角呢 有人就说了 这冲突的背后 这快递哥的三轮 是重要原因之一 这个电动三轮车呀 快 省力 承载量大 就备受物流业的追捧啊 以北京为例 大约得有五千多辆快递三轮啊 每天这个投递呢 五十万次的包裹 可以减少居民交通出行一百万次 但是呢 这电动三轮车的使用啊 监管呢 是一个大问题 你看看啊 无牌照 无驾证啊 而且呢 车身结构往往比较脆弱 又无安全保护设备 一些个快递员为了多派件多挣钱 骑着这个电动车啊 什么逆行啊 超载啊 随意变道啊 各种交通违章行为是层出不穷 于是乎啊 他们就和行人 包括其他车辆 会经常发生一些个纠纷 除此以外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快递的血汗模式 你比如 在快递员打人事件当中 还有快递小哥被打事件当中 快递员呢 都提到了一点 着急送快递 说怕扣钱 有数据啊 就显示 大多数的快递从业者 每天工作都在八小时以上 有四分之一的 甚至是超过半天12小时了 工作辛苦啊 赚到的钱呢 却不多 月收入普遍在2000到4000之间 所谓的月薪过弯 那是极少数的啊 在强大的工作压力下 一些个快递哥呢 就做出了极端的举动 所以 有专家就认为 快递行业应该加强 对快递人员的职业培训 并优化考核机制 没有这样 才能够让快递 真正的快乐 传递 好 接下来进入板块 杂志图片 500多只太敌熊兵马俑 亮相无息 您说说啊 面对这样萌萌的部队 秦皇会作何感想 一家餐馆贴出告示 说要高价转让 这还真是不走寻常路啊 一般情况下 人家都是贴的低价转让 你说说看 这老板咋就那么沉不住气 非要把心理化都给他贴出来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捐衣服啊 前不久啊 湖南长沙的新奶奶啊 遇到了一件蹊跷舍啊 就图片上这一位就是新奶奶 她用手指道的这一条裤子呢 是在一个丝绸博览会上买的 她花了十块钱 那回到家呢 新奶奶啊 哎呦 戴着个老花镜啊 就仔细的看啊 仔细的看 这不看不知道啊 一看呢 吓一跳 这裤腰上的裤尔 还有这个裤子口袋上的补丁 这看着那么眼熟呢 哎 经过反反复复的检查 新奶奶最后断定 这就是去年自己放到小区 捐赠箱里的那条裤子 没想到啊 这捐出去的裤子 在外面转了一大圈 又回到了新奶奶的手里 那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咱不得不说 这裤子跟新奶奶真是有缘 但这有缘的背后 是不是也说明了什么呢 其实哈 近些年来 旧衣物回收暴露出不少的问题 有些企业 他打着什么爱心慈善的旗号 来搞这个回收旧衣物啊 回收之后呢 随便处理一下 就把这衣服啊 又送到市场上去卖了 你像在浙江 有一家废品回收公司 干的呢 就是这种买卖啊 他们在多个小区 放置了两千个捐赠箱啊 来回收一些这个善心人呢 捐出来了旧衣物啊 这个记者呀 把一个定位器 就放在其中一个旧衣服上 那追踪的鬼进了呢 是大吃一惊了 这旧衣服啊 根本就没有进入公司说到的分解中心 而是直接上了高速公路 最后呢 追踪追踪到了当地的一个小村里 在那呀 工作人员把衣服呢 按吨卖给了小商贩 一吨四五千块钱 有业内人士就爆料 说这个慈善捐衣啊 根本就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回收来的衣物啊 哎呦 八成都被当做二手衣服啊 给卖掉了 剩下的两成呢 要么就变成抹布 要么变成拖把头 还有另外呢 或者是当垃圾给烧掉 执法人员就表示 废旧衣物回收处理 那涉及到很多部门 而且呢 没有一个专门的管理政策 而这些个小贩的仓库啊 他们的流动性又很强 即使你驱散了他们 过不了几天呢 他又跑到别的地方出现 总之吧 对于废旧衣物的回收 我们就希望 咱有关部门 能够尽快出台相关政策 加强监管 你不要让人们的爱心 最后呢 都变成了伤心 接下来说一起 跨省错抓案 说今年四月 内蒙古男子张家伟 涉嫌故意伤害罪 被广东警方啊 刑事拘留 前不久 广东警方通过微信公众号 发布通告啊 说已经排除张家伟的作案嫌疑 并表达歉意 原来啊 这张家伟的车牌 被别人套牌了 警方呢 抓错人了 对此 有传家就说了 广东警方的纠错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但在案件的后续处理上还有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 你比如广东警方下达侦查终结通知书是通知张家伟家属前来领取 而不是亲自呢 送上了啊 另外警方的道歉 也是通过别人来转达 而不是面对面公开道歉 作为过错方 理应真诚的向人家本人呢 来道歉 哎呦 你一个电话都懒得打 未免多了一些套路 你就少了一些诚意啊 所以呢 有媒体就评论说 跨省错抓案 岂能隔空道歉 其实像这种隔空道歉 还不是一次两次咯 你比如2013年 也是青海警方跨省抓错了一个女子 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最后呢 青海警方对责任人停止30天 然后呢 在微博上对当事人表示道歉 很明显 这道歉不是说给当事人听的 而是说给公众听的 为了平息这个舆论的风波 警察执法误伤公民 很难彻底批免 但既然误伤了 就必须要认真纠正 包括真诚的面对面的道歉 以取得当事人的谅解 你像现在这样 涉事警方道歉姿态都如此高扰 那当事人怎么可能兵事前嫌呢 要我说呀 这么一起跨省错抓案 这道歉 还是没有道家呀 继续来关注乐点话题 说最近杭州的很多家长啊 都在发愁 啊 愁啥呢 到哪去给产宝宝 寻找这个桑树叶呀 原来啊 这个学校啊 给两万多名三年级的小学生 布置了一道特殊的作业 就是每个人都要养蝉 而且呢 还要写这个养蝉的观察日记 但是 现在城里这个小区域 很少有这个桑树啊 这个菜市场里也没有卖 那怎么办呢 于是啊 家长们就变成了福尔摩斯 四处侦查商术商业的下落 有的呢 跑到公园里去偷宅 有的呢 就溜到农业科研所去讨药 还有的呢 开车开个几十公里 到农村去找啊 总之吧 为了孩子们的养蝉作业 这家长 那是各显神通五花八门啊 这其中还闹了一些个笑话 你比如 有家长啊 从来就没有养过蝉 他就不认识那个丧业 结果呢 栽树叶 栽错了 残宝宝根本就不吃 还有的家长 好不容易 栽回来一大包这个丧业 残宝宝呢 吃的也很开心 不料啊 死了 中毒身亡 原来啊 咱城里的桑树啊 打了农药 出现这样的食品安全事故 孩子是又哭又闹 啊 你赔我的 这馋啊 家长们呢 糟心啊 于是呢 有妈妈就吐槽啊 说学校让孩子养蝉 写什么 观察日记 但是照顾残宝宝的任务 最后不都落到了家长的肩上啊 所以啊 家长们就埋怨学校 也进出这个收嘴 所以对此啊 老师有话说 说养蝉 是三年级科学教材的规定动作 你比如啊 教材里专门有这么一张 叫动物的生命周期 就是以蝉宝宝为例 进行教学的 让孩子们养蝉呢 不仅可以培养探究精神啊 还可以认识生命的神奇和伟大 所以呢 家长啊 你就不应该代劳 而应该呢 协助孩子啊 让孩子自己去感受 自己去体验 这老师说的话 有道理啊 但商业的来源呢 确实是难题 对此呢 一些学校就说了 已经开始和农业科研部门的合作 准备专门的定期 来配送一些这个商业 为孩子啊 提供这个方便 俗话说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哎呦 这江苏南京有一位老大爷啊 他就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大爷啊 就是图片上这一位姓徐 76岁了 说八年前 徐大爷可不像现在这么壮 他那个时候啊 非常的瘦弱 有一次呢 坐公交车 就因为一点点小事 被一个一米九的大高个小伙子 像拎个小鸡一样 给扔下了车还挨了对方一顿打 由于当时这个维权意识也不强 所以呢 他也没有想到要去报警啊 要求助啊 可是呢 大爷心里那个气啊 委屈啊 于是他决定练武术 练成之后呢 再找机会教训教训那小子 后来啊 徐大爷拜了当地一位太极拳高手为师 在接下来的八年里啊 徐大爷每天凌晨三点起床 到公园练功 一练就练到天亮 套用NBA著名球员科比的话说 八年间 徐大爷每天都能看见凌晨三点钟南京的样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经过八年的苦练 这大爷不仅练就了一生好武功 还变成了肌肉男呢 您看这图片啊 徐大爷胳膊上的小老鼠 那是杠杠的哈 前不久 徐大爷呢 找到了当年欺负他的那个小伙子 但是呢 没有动手 而是不停的在那嗅肌肉 小伙子一看这架势 吓得一溜烟就跑了 事后大爷就说了 我这么做呢 就是想告诉那年轻人 反事都得有规矩 不要仗着自己啊 声强力壮就为所欲为 更不应该欺负老人家 徐大爷好样的 通过这么一件事呢 告诉咱三个道理 第一 有志者是进城 坚持就能练成 第二呢 年轻人要尊老爱幼 第三 练武 绝不是为了打架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新收刊 介绍瑞茨工作群诈骗 这是一种新型的诈骗方式 他怎么骗人的呢 我们来看一个来自湖北武汉的新闻 说有一位汪女士 在一家汽车销售店呢 从事这个财务工作 前不久啊 她的微信就弹出了一个工作群的邀请 这个群主的头像和名字呢 跟她老板呢 那是一样一样的 其他的头像啊名字啊 也都是她同事啊 她就没多想 直接呢 就同意加进去了 刚开始啊 大家还在这个群里啊 热火朝天的讨论工作呢 几分钟之后啊 这老总突然就在这群里呢 留下一个电话号码 让这个汪女士 你联系外第一家公司的蒋总啊 让对方把谈好的85万合同金啊 打过来 这电话打通之后呢 对方蒋总就说正在安排转款 过了一会儿呢 老总又在群里对汪女士说啊 对方已经把钱打到他自己的个人账户上 但是呢 他觉得这个合同有些问题 就让汪女士呢 从公司的账户啊 把这85万呢 退给蒋总 自己再晚一点 把这85万转账到公司的账户上 这个汪女士一听是老板的 吩咐就照着做了 转完钱 汪女士从办公室出来 就看见老总坐在办公室里 就直接面对面向老总汇报情况 没想到老总说 我压根就不知道这事了 汪女士 这才知道 被骗了 赶紧报警啊 目前案件正在调查当中 您看看这骗子啊 不光演技好 而且呢 把社交软件用的是粗神路话 让人是防不胜防啊 在这呢 我们就要提醒大家 以后不管进什么群 如果涉及到钱 一定要谨慎 谨慎 再解释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们明天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 优优独播放